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灰灰 我現在在景大陸的七星景 然後就要說一下為什麼 周的這條路叫 景大陸 以前叫景樓門大街 後來大街改成路了 就叫景大陸 是因為路大 不是因為景大 所以景大陸景大陸是因為路大 七星景林水宮 位於福州老城區的東門 景樓門 也就是現在的 景大陸邊上 店內固分著 林水夫人 陳靜菇 這就是陳靜菇 長白蛇的故事 傳說陳靜菇 除白蛇 將其長成三段 其中蛇尾被鎖在 該井下 就是鎖在七星井的下面 就在這裡 我們看一下七星景在哪 這邊 在那個林水宮 大門口 剛才路邊的那個是後門 閩都古蹟 七星景林水宮 我們之前不是拍過 後美村的那個上街鎮 後美村的那個油繩嗎 那個油繩就是 林水陳太后陳靜菇 但是七口井下面是相通的 叫七川井 這只是 下面這口大井的透漆口 還不是井 公元2005年 榮山晉 敏都古蹟七星井林水宮 今天我們來吃井大陸的 井大社區食堂 因為社區食堂知道 都是老人家在那邊吃飯 是為了服務社區居民的一個食堂 所以食堂都吃飯的時間都比較早 所以有的時候趕不湊巧 今天趕個湊巧 才十一點半 所以說馬上我就趕過來這邊 井大食堂看看能不能吃上菜 稍微晚一點 下班時間十一點半或者十二點 這個社區食堂是吃不上飯的嗎 這裡就是 井大陸社區食堂的門口了 井大陸可謂是寸圖寸金啊 但是他社區食堂 就搞在這個路邊 有個單獨的門面 用來搞社區食堂 如果不用來搞社區食堂 在這種門面 一個月妥妥了 上萬租金 真的 絕對上萬租金 我們現在進社區食堂 這裡就是社區食堂門口 為什麼叫學堂呢 因為裡面也有學字畫啊 學樂器啊 學假書啊什麼東西 有福之舟 幸福老人 莫到 山與網 微霞 上滿天 哇好不錯 環境OK這個環境 哇好大這個食堂 巨大個食堂 這邊點茶 哦 餐盤在這裡 到處找餐盤 哇這個餐盤有質感啊 比那個不鏽乾的好太多了 好不好 這才這樣吃飯的 那不鏽乾的那個像監獄裡面放放放放 這個什麼東西看不清楚 這個就先拿 你來看 膠銀壓縮骨 哦膠銀壓縮骨啊 這還是什麼東西啊 米粉漏 哦米粉漏的 不用不用不用 這個玉嘛 這去抽 鯉魚 鯉魚 鯉魚啊 哪一個 鯉魚鯉魚 這看著不錯 還有什麼 鯉魚呢 紅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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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海帶 千香豆腐 這些人 魚腸 魚腸 啊 倒彎倒彎 豆腐 這幾個菜 五個菜 六個 七個八個 九個十個菜 這幾個菜 這幾個菜 這也是蓋菜嗎 上海天 哦 那白菜 多少錢 米飯要嗎 要要要 要米飯 22 老人家有老人卡 老人卡加7塊 哦 5塊錢 哦 5塊 好的 謝謝 老人卡直接優惠5塊 沒有老人卡加5塊 這給人拿筷子 哦 還有清湯 這個清湯怎麼這麼多油啊 肉末 哦 肉末 我這邊怎麼樣 不錯吧 22塊 院倉環境非常不錯 你知道嗎 乾淨衛生 而且很整潔 這裡還有個小間 OK 不知道 再過二十年 等我老了 能不能享受到這個福利 但願他這個 展者食堂的這個 優惠活動 或者說這個政策還在吧 規定啊 來展者食堂吃飯 都是老年的規定 好多家長 帶小朋友 他中午不煮飯 然後 他 有一個心理嘛 就是 不相信外面的那些 小店 有那個性能危機 對外面的小店 院的油 對食材 各方面可能不放心 然後老人家跟那個 家庭 就會選擇在這個 社區辦的 食堂裡面吃飯 畢竟是 國營的嘛 是不是 這邊阿姨 打菜 一點手都不抖 看一下 這是魚 這是肉 這是豆腐 這是青菜 青菜 打青菜的時候 好綠色 青菜打這麼一點 肉 魚打這麼多 米飯 這可不是 酒店裡面那個小碗 就是家裡那種大碗的米飯 成年人這一碗能吃飽的 九礁族的魚 就是 平常人買這個魚都是吃魚頭的 拿這個魚生拿來做那個快腸 這一定要夠大 不大的話 骨頭非常多 而且魚生便宜啊 魚頭貴 這個招煮的 味道還行 帶一點甜口 就是骨頭有很多 都是拿來麻煩 總體還不錯 新鮮度有在 夠新鮮 魚肉 魚肉 魚肉還是很頂實的 不會鬆散 如果是鬆散的話 那就是燒了很久的那種魚肉 那就不能吃了 這個新鮮度還是肥的 它這個湯上面 都是肉末 肥肥的 要把它撇掉一下 把它撇掉一下 我小時候很不喜歡 吃那種粉肉 是那種 煮的 不是很爛的那種水豆 放在嘴巴裡要咬的那種水豆 哎呀那種水豆 完全吃不下 魚腩 就還好 沒什麼骨頭 特別是 魚背跟魚尾骨頭就好多 吃這種魚一定要挑 魚肚子 當然它沒有魚頭了 你不可能吃到魚的臉頰上的肉 知道嗎 然後這個就是 紅燒肉 我說 我問它是不是 荔枝肉 他說不是 是紅燒肉 土豆紅燒肉 看一下味道 確實是紅燒肉 很香 嗯 肉云暖 這碗紅燒肉可以 土豆紅燒肉 這兩個菜都不錯 味道還行 還有這個 紅燒豆腐 它不是麻婆豆腐 不是辣的 是肉末紅燒豆腐 裡面有肉末 也是紅燒味 跟那個紅燒不豆一樣 哇 這個豆腐跟這個紅燒肉好笑話 我們說一下價格 這個22塊的價格 跟外面的快餐店價格是差不多 但是有點 這裡面的院倉環境 還有那邊的那個小店 我可以說 沒有一個做餐飲的老闆 會租這麼大的門面 在福州的景大陸上 還有快餐店 沒有 景大陸上雖然有快餐店 有那個六號餐廳啊 九號食堂啊 那時候它的門面都是很緊湊的 裝修也是普通的那種裝修 沒有像這種大手臂的 這個隊是沒有的 而且 它沒有宣傳的 明白嗎不會宣傳的就是 怎麼說呢 沒有廣告團隊 說 哎呀我要景大 長者食堂 多麼好多麼好 大家都來這邊吃飯 然後社會 那個去街上發廠商 大家都來這裡吃飯 給什麼優惠券啊 什麼讓大家來吃 沒有 它就服務於本社區的老人 溫飽問題 不停解決了 後面可能 進一步 國家正在規劃那個 醫療方面 就像 華大市區那樣子 樓下是食堂 樓上是 嗯 休息室 醫療所 或者是保健室 對樓上是保健室 這樣子連動的話 樓下是 吃飯的地方 樓上是保健室 樓下還有活動 吃完飯 下棋的 做才藝的 樂器的 看書讀報的 都有 還有健身器材 然後吃完飯 到樓上保健室 去休息 這樣子女就可以放行的去工作 孫子就可以放行的去學校去補書 對不對 這真正的做到 老友所益啊 以前那個話沒白講 是 什麼好 然後 靠政府 真的 你花點小錢 真的靠政府 像我們農村的滴堡 它還有分好幾個檔次的 像什麼600啊800啊 1000啊 這個滴堡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這邊吃飯 吃飯 優惠完以後 一餐飯 十幾塊錢 滴堡是什麼 滴堡是 無所依靠的老人家 如果一個家庭裡面 有兩個 踢飽的微收入 政府都供應起來了 等於供應起來了 真的 辦這個食堂 還必須 你這個社區 有這個財力啊 你這個心意識力 才能把這個 自己社區內的食堂辦好 我之前在忠義路那邊的楊中路 那邊也有個楊中路 展者食堂 我眼看了他那個 展者食堂的那個招牌 立在那個 馬路邊上 每天從這裡經過 上班啊 有時候有事啊 警察從這裡走過 看到那個 展者食堂的牌子 寫在那邊 他就是不堪應 明白嗎 可能是 接到招手錶吧 還是什麼 沒搞明白 練路不順 那個楊中展者食堂一直沒開起來 我就是一直想 去那邊吃一下 又去加了半碗飯 然後這個食堂 基本上能做到 一個人一張桌子 是不是這樣子 不用跟陌生們拼桌 房間又好 裝修的又很大氣 我這裡還有一個小包間 我坐這邊 所以 有色孔的 吃飯怕人多的 可以完全來這個 社區食堂吃飯 真的 如果人來多的 我相信 還會限流 知道嗎 不能讓太多的人 倡議到這個社區食堂 跟老人家搶位子 絕對的 這魚看上去好吃 九鮑魚 都是骨頭鍋 討厭 其實這個鮑魚 要拿去炸一下 福州的鮑魚 真正的大大鯛魚 或者大鯰魚 像它這個鯰魚 油炸 把它炸透 炸透完再複炸一次 把它炸得乾乾的 然後再放在 糟裡面 淨煮 燜煮 到時候 放在糟裡面 吸收了糟的味道 連這個雞骨都可以咬進去吃 完全沒有骨頭 可能它這個 炸的這道工序比較麻煩 沒有炸 直接 直接煮 放在糟裡直接煮 吃完 呃 慶城社區的 展者食堂 下面要繼續 踩點 下一個福州社區的 展者食堂 都吃一遍 然後你們有住在福州的 看我視頻就知道了 那個社區食堂裡面的菜價怎麼樣 反正如何 那好的 本期在福州 慶城社區吃 展者食堂的視頻 就拍攝到這裡 喜歡視頻的朋友 歡迎點訂閱 點亮小鈴鐺 感謝您的收看 拜拜 食堂走出來這裡 有一座紅色的牆 寫著各種 關於老年人的政策 跟老年人的寄語 落實好老年人優待政策 維護好老年人合法權益 滿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 有一個幸福的晚年 各級黨和政府重要責任 我們社會在大力其他 尊老愛老 光愛老人 善養老人 是吧 老人才是 什麼 年輕人能看到到的未來 像我一樣 你說 老人家 或者老年人 老一輩 那個工作者 為建設祖國做出的貢獻 然後到老了 你還不能吃好 穿好 那牛青的奮鬥有什麼意義 對不對 挺好的 挺好的 這就是景大路了